鏡頭醫院表示今年首兩個月 軟方接收因為使用熱水爐和煮食爐 吸入一氧化碳導致中毒的個案有14個人 比去年去年全年只有一宗個案數字大幅上升 呼籲市民要小心使用氣體爐具 一出現不適要立即就醫 郭東梅報道 14名患者包括勞男伯女其中一個是小孩子 大部分患者都在沐浴時感到不適 甚至暈倒 亦都有患者在廚房工作時出現不適症狀 所有患者在治療後已出院 他們洗澡時又因為天氣冷 最近太冷窗戶打開得不夠 於是室內空氣不足引起燃燒 不完全產生了一氧化碳 如果沒有人發現 甚至可以出現抽筋、昏迷甚至死亡 有一氧化碳本身無色無味 很可能會在不知不覺之間吸入引致中毒 部分患者一個月或之後甚至會出現後遺症 包括紀力衰退、主力不集中、癡癌或精神症狀 醫生建議發現有人出現一氧化碳中毒症狀時 要迅速將患者移到空氣流通的地方 如果患者已精神之不清 應該將它的頭部傾身 避免吐吐物流入呼吸道引氣窒息 然後盡快送軟救治 現時市面上的汽體熱水爐 主要分為無煙導式、響排式和兌流式三種 其中兌流式熱水爐 吸水空氣助燃和排放廢氣都在室外進行 相對比較安全 由於在使用熱水爐的過程之中 只有大約八成瀉口氣會被完全燃燒 如果身內通風不足會非常危險 為了減低不當使用氣體熱水爐引致的風險 香港在二千年四月已經禁止出售 及安裝任何煙導式氣體熱水爐 違法者最高罰款一萬港元 本地就暫時未有相關規定 高門電視台記者 郭東梅報導